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也是改变 他有衰有病 舍方诸佛刹土 有舍法界有六道 舍法界六道是刹那刹那在衰变 而极乐世界是尽力常然 无衰无变 这个意思是说 为一间建立 恒常如是 无有衰弱 无有减退 无有变坏 就这个意思 无有两个字一直灌到下面三种事情 衰弱 减退 变坏 却没有 如果有 那就叫无常 那么由此刻之 西方极乐世界 确确实是一切众生 向往往的所在 为什么呢 这个地方真正安全 我们住在这个世界 有忧虑 有牵挂 有烦恼 这些从哪里来的 你的忧虑从哪里 你的恐怖从哪里 你的不安从哪里 忧虑烦恼 可以说 通通通都是从无常来的 如果一切尽力常燃 这些烦恼稀奇 一扫而空 西方极乐世界 修行 为什么快 为什么那么容易成就 道理都在死 让你 到那里就男性了 性安 理得了 理得 性安了 你没有忧虑 没有忧愁 没有畏惧 没有烦恼 无论精神生活 物质生活 一切所需 应念而至 念筹在一起 你所需要的东西 在眼前了 那你不要了 不要就没有了 用不住收藏 不但在地球上找不到 你在月界天 色界天也找不到 无色界天是很好 什么都放下了 他还有一段事情不好 什么不好呢 没有见佛文法的机会 所以他不能见佛 他不能文法 罢难之一 后面会想到 不是理想的 出错 真正实权实美 一丝好 缺陷都挑不出的 那只有西方 记录世界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把这个事情 搞清楚 搞明白 我们才真正能够 放下怀愿 夜行 专治净土啊 对 不想看 你 能 这 只能分之 没 你 不想看